这边是依照什么来做的 这边是依照 就是年来去做 那这个地方呢 你看到是不是两个并行在一起 对不对 好 所以例如说我点它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原本图长这样子 就是各年我可以清楚看到 当我点了一下它的时候 它这边所呈现的这个哦 这个图示所呈现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四年的第一季都放在这边 四年的第二季都放在这边 因为它是并行 它的意思就是说一起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刚刚这边是看单一年 现在我们看的是什么 四年 例如说假设我们去比较 淡季旺季 例如说新闻公告 你这样去看 你有没有发现新闻公告 好像好发生在 我可以这样解读 好发生在第三季跟第四季 就是比较多贴 新闻公告 可以吗 多于第一季跟第二季 那如果说我们再继续往下探索 可以发现哦 以八月 八月就一年之中 以八月最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去思考 为什么八月的新闻最多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就是你要搭配这个网站 假设你看到这件事 八九月都蛮高的 你就要去思考 是不是 是不是在这个 这个期间 我们的新闻 新闻率 新闻的贴文率是蛮高的 应该是第三季 第三季 好 知道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觉得说 当你今天要去掌握到那个舆论 决定来说 你要贴 你要发布一个新闻 要达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效益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发新闻稿 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好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把四年 四年 单独 每一个月 好 都去算出来 但是全部都加在一起 跟刚刚这个不太一样 这只有看某一年 这个呢 是合并在一起看 那既然有这样子的情形 我先把它恢复原状 我用这一个 这个是怎么看呢 扁他 他是 他是全部的时间轴全部合并在一起 从头到尾全部都有 这个哦 现在我们也是看季 只是从2015年季度二 2015年季度三 2015年季度四不见了 因为一个都没有 好 如果你要呈现 如果你要刻意的呈现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显示没有资料的项目打勾 你看2015年第一季 因为2015是不是有第一季 对不对 好 是不是有第三季 第四季 可是因为都没有贴新闻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一个来去呈现 显示没有资料的项目 那如果说再往下去探索的话 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就是以月了 以月来去呈现 可以吗 变成连续性的资料了 什么叫连续性 这个只有这个是连续性哦 只有这个是连续性 这个叫aggregate 就是聚集 聚集在一起 这个叫做分离 分离就是我只看某一年的资料 可以吗 这是聚集在一起 这个是连续性 去看那个连续的情形 好 这三个按钮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牵涉到我们资料呈现 可以吗 记得住吗 请你背这个图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向下探索 单一年的向下探索 单独 单独性 好 这个是聚集 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然后这个呢 是连续性 你看这中间是不是有一条横线 把它接起来的 同样都是往下 往下 可是有两个 但是它中间是有一条横线 把它并肩在一起 变成连续的资料 来去呈现 好 所以这三个图示 亲们分别去玩一下 最后玩完的情形 请你往上展到 就是最原始的状态 好 请你们先动手 来去看 这三个按钮 你就可以少赚好多东西了 好 谢谢大家